胡椰涛和我紫月 为你报效 接台闯人 最会连麦的小秘密 你们之前的聚会和连麦都是谁发起的吗 连麦的话是一般我们看谁在线上看到他连了 我们就会加入进去 不会说这是我们固定预约好的时候我们要干嘛 有人说 你们请问一下你们几点到几点有没有时间说我要连麦 就是要直播了 你们都来我的直播 我那天上线之前还跟胡椰涛讲 我马上上线了 这次要装作不经意的连个麦 对 然后我还就是不太小心的就是 割了那个曾涵佳 割了那个曾涵佳 什么 但其实因为他没有跟我说那个时间嘛 然后我就以为不播了 结果就是 结果就是他播的时候就是我就没有过去 因为当时有事 那你们最近的一次就是聚会或者是连麦是跟谁呢 我最近一次跟他们聚会是为紫月搬家 我们大家都在他家里面 对 他们很很无语的是都跑我家厕所去拍 然后拍完了之后他们下面人又说 哎为紫月家的镜子可真该擦一擦了 而且那个地方我自认为是灯光最不好 哎他还在我们家楼道那拍 还要透过那个玻璃要拍那个光运 我的妈 他为什么都要选择你我的厕所 可能我觉得是你家做的最好看的 救命 我家到时候很好看 客厅不好看吗 我知道 最可怕不是在我家聚会嘛 最后我发现那个群主不是我自己是锦龙 不是群主 在我家暖房他是群主 我的妈然后还改了个名字 为紫月搬家 你说我可想吗 去自己的想法 感觉就近几天 我觉得是大家可能自己蛮忙的 但是一有空你就会回去啊 床人聚会联拜的小咪咪 你们看过银人吗 我看见你ьют 我呀 我úsica 跟